邏輯判斷還有哪些重點 當然呢 除了說有一重邏輯 就是說合格不合格 一重是合格 兩重是合格不合格 三重 多重的話是A B C D等等的 有沒有 那如果說另外還有所謂的第二個條件 也許什麼 叫做and跟or and的話是第一個條件 and第二個就是兩個一定要 那都同時為true 才會為true 就交集 偶而的話是連集 連集的話是只要一個條件為true 那個結果就為true 所以這個就是邏輯裡面 可能會有and跟偶而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兩個其實還蠻接近的 就是做法是接近的 只是說他最後結果當然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這邊and的部分來做一下 那這裡的話就是他什麼 查看那個銷售量 銷售量在這裡 大於20 而且 而且一定是and 而且什麼呢 銷售額 銷售額就銷售金額 要是8萬 所以這個要為true 這個也要為true 他的業績才會為true OK 那我們怎麼做 這邊注意 那這邊的話 操入環數 我們一樣用邏輯 邏輯的話一幅 一幅什麼 邏輯第一個 這個條件 可是問題哦 你可以看一下哦 這個一個條件 這個是第二個條件 但問題呢 這邊格子一個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放兩個的話 而且 且的話 一般習慣這樣 我們要在這邊加個and 那怎麼加兩個條 and and 我習慣自己打 因為這個 蠻簡單的 and 第一個條件什麼 這個 如果是大於20 那第二個條件呢 請你在這邊中間加個豆點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邊要加個豆點 第二個條件是 這個銷售金額怎麼樣 要大於8萬 OK 後瓜糊一下 兩個條件 那如果你有第三個呢 你再豆點 第四個 繼續豆點就對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可以一直豆點下去 不過一般其實大概兩三個應該就差不多了 第一個 而且第二個哦 那這樣的話呢 表示是yes 反正是業績合格 反之就no 我打一個y跟n好了 減血 好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 他就會一樣做判斷 那你會發現 這個yes是因為他這個OK 這個OK 這個都OK 才會是yes 那如果說他其中一個 像這個不合格 這個也不合格 因為他沒有大於 OK 他說大於 然後這個 這兩個都OK 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今天呢 假設沒有偶爾的話 偶爾的話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就OK了 那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底下的標準 20跟6萬 其中一個達成就算達成 所以呢 做法一樣 有沒有一幅 一幅什麼呢 邏輯 所以加一個偶爾 剛剛是自己打AMD 那這邊一樣打一個偶爾 這個如果是大於20 或者是這個大於6萬好了 其中一個達到你就算達到了 那你就yes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好像又不達到也很困難 對不對 只要其中有一個達到 像這個應該只有這個兩個沒有達到 那這兩個呢 這個達到 這個 所以兩個都沒達到的話呢 只有最下面一筆 我們按確定 你會發現全部都yes no的話呢 應該就只有這個 為什麼 因為偶爾的話呢 就是其中一個微處 那就是微處的 OK 所以 其他VBA的話 也是差不多啦 所以這個VBA 請各位也許練習的話 試試看 VBA的寫法 他跟剛剛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第一個條件 AND 特別是要加的方式加在這裡 所以你第一個條件 AND 第二個條件 所以VBA的寫法是寫成這樣的 其他呢 都是一樣的 OK 那偶爾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AND改成偶爾 這樣也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把那個AND跟偶爾的部分 試做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 如何在那個邏輯裡面增加 所謂的交期AND跟連期偶爾 OK